凌晨十二點多 高雄哨船頭外定家已經打烊 但拉麵攤外來了一名騎士 一把推掉桌上雜物 接著拿出一盒鞭炮 打火機點燃就是一陣狂炸 瞬間火光四射 騎士轉頭跳上車 用力催油門狂飆逃離 老闆娘睡夢中 聽到巨大聲響出來查看 我現在真的很高興 我現在嚇一跳都穿起來 我都算是 媽媽都沒有鞭炮 所以在讓 做生意用的桌子椅子 都被鞭炮炸黑 一開始以為是廟會 但在想想不可能半夜放鞭炮 這才回想到 有名男子來家裡討債 說小兒子欠他八千元 我老是要這樣看 有人說很煩 如果真的有火災的話 會覺得滿可怕的 其實不僅炸麵攤 甚至還跑到古山區的警局外 人行到鞭炮再炸一次 員警立刻衝出來把人逮捕 他坦承犯案 但理直氣壯的說 經過神明同意 其實自稱神明給他三個醒杯 所以去拉麵攤討債 放鞭炮狂炸 警局外野放 行為超脫序 由於老闆娘被嚇得不輕 警方近期會加強附近巡邏 避免再有人惡搞引發火災 藉取天王書宏高雄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